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大家继续收看 见无虚发时事评论节目第六集 首先,再次感谢大家在过去五天的情谊相挺 经过五天的网络直播 我们的收视人数已经在Facebook和YouTube 总共高达了52万7千人 获得了16700个人like,还有9800个人share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最新的政治局势 和整个抗议的努力 希望能够在盼演着技师广义 下情上达的角色 同时启迪明智 希望能够在我们每个晚上九点准时开讲 能够把收视率推高到百万人吃 我们相信众志成诚 只要大家帮忙按like和share 我们相信能够在下个星期观看人数将可以自达一百万人吃 所以让我们大家起行卸力,共同抗议 今天的节目首先带给大家一个不是什么很好的消息 我们看到新闻最新的报道 一个在沙巴州拉布安怀胎七个月的护士 City Aisha 因为在医院内守护着病人 不幸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昨天不幸的离开了人世 酿成了一丝两命的这个惨剧 City Aisha的离去是国家重大的损失 我们在表达深切哀悼的同时 更应该深思前线医药人员 在为我们做出牺牲和付出的时候 我们本身有没有叛掩着自律的角色 减少前线人员的负担 还是继续爬爬走 然后为前线人员添乱 各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我在这个见无虚发的节目一开始 就跟大家多次的告诫 新冠肺炎不是一般的病毒 它除了传染性强 致死率高 潜负期长之外 这个病毒本身在马来西亚 如今已经是遍地开花 病毒侵入社区 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 我们身边从前是只是听说某某人 如今其实很有可能 我们自己的朋友亲人 都不幸的成为了受害者 而最新的就包括了 我们的行动党前任国会议员 邢荣贤 沙巴州的国会议员也因为新冠肺炎不幸的离开了我们 沙拉越州副首席部长 当时James Massin的弟弟和弟媳也因为新冠肺炎离开了人世 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你认为说这个病别人会中 我不会中 其实现在要中新冠肺炎的这个几率已经远远高过你买万字还是买千字 因为根据Our World in Data 或者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的数据 马来西亚每百万人的确诊人数已经高居世界第一 每一百万人有256个人确诊 甚至于超越了印度、美国、巴西等重灾区 所以各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叛演好角色 而不要像今天看到的另外一些新闻 有一些人还是一意孤行 依然顾我 看到今天的报章 有七个男女共乘一辆车 而且就被警方发出了这个罚单 一辆车七个人 每个人两千大元 要缴付一万四千元的这一个罚单 这个钱损失还是事小 但是如果不幸沦为超级病毒散播者 那就是损人不利己 明明知道FMCO Full MCO 政府已经规定 每一辆车不能超过两个人 就偏偏有人一辆车要坐七个人 所以各位 如果不想进入重症病房 ICU里面 这个做好反范于未然 所谓预防剩余治疗 Prevention is always better than cure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盼演着自律和守望相助的这个精神 否则 如果不幸的被华盛顿大学这个研究 和世界卫生组织科学理事会 已经警告马来西亚 这一次如果Full MCO再次的失败 到了今年的9月 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会从目前的三千零九十六个人 飙升为两万六千多人 三个月可以增加八到九倍 这个数字不是一组两万六千个 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 但是是两万六千条血淋淋的人命 人命关天不是口讲而已 是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所以各位 抗疫要成功 就必须大家自律 同时奉劝所有身边的人 即刻登记 接种疫苗 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 NIP 已经推行了100天 可是到今天 马来西亚登记而已 登记要接种的人数 还是低至52% 换言之 即使这全部52个人 都打了两剂疫苗 马来西亚还是没有办法 达到世卫组织规定的 80%人口才能够全民免疫的终极目标 所以我想趁着这一个 见无虚发的节目 呼吁所有观看的 所有的好朋友们 所有的兄弟姐妹 请大家盼演着好公民的角色 如果你身边还有亲人朋友 还没有通过MICEJATRE 登记接种疫苗的 请大家帮帮忙 把消息管传出去 同时呼吁突出所有的认识的人 都一起去登记打疫苗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早日抗疫成功 人民才能够脱离苦海 当然我们在今天 也要跟大家告诉大家 节目一开始 我们提出了City Asia的这个个例 其实City Asia的这个不幸的趋势 只是冰山一角 去年抗疫至今 我国已经有超过3000个医护人员 不幸的感染到新冠病毒 他们在前线为我们付出 为我们牺牲 我们就应该成为他们背后最强大的后盾 同时成为他们的后援力量 所以这一点需要大家 彼此的这个团结 辅助 这才是应该有的功名精神 所以各位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 整个FMCO 我们很诚恳的希望 FMCO会成为FMCO 而不是成为FailMCO 或者是成为FoolishMCO 或者是FOOL 富愚蠢的MCO 可是感到非常遗憾的就是 国门政府这一次的实行FMCO 不明示意 原本说是全面的封锁 可是前门锁了 后门大开 通过这一个国际贸易工业部 高级部长艾之明 就宣布了 接近13万家的企业继续上班 多达160万的员工继续上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不是认为说经济不重要 经济更是很重要 但是有一句话说 鱼鱼熊掌岂能兼得 如果你今天要吃灾 早上要吃灾 下午又吃Bakute 那是什么灾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要吃灾就吃灾 而不是说今天又吃一边吃灾 左手吃灾 右手吃露骨 八身露骨茶 这种情况就是鱼鱼熊掌不能兼得 在生计和生命要取得平衡的同时 更需要更多的人能够有这种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这个格局 但是我们看到后门政府这样如此大开 后门大开 所以还不要紧 整个SOP 我昨天已经说了 马来西亚的SOP是 不只是 反而是带着我们一直走Route about 全世界最大的Route about 就在马来西亚 因为国门部长天天带我们去游花园 一个没有终点目标的这个花园 大家看到我提出几个例子告诉大家 第一如果你看中国报的头版 一旦这个国防部高级部长 Ismail Sabri 他说他把前门关了 贸工部就把后门打开 然后当人民开始质问的时候 两者之间土团巫统就互相推卸责任 贸工部推给国防部 国防部推给贸工部 两个人在表演相声 我们看到眼都大了 目瞪口呆 那么第二 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抗议工作 一开始的时候 是宣布酒厂可以开 Cosbert Tiger照样操作 因为酒类是属于饮料产品 可是一批穆斯林的这一个 右翼分子出来示威以后 Ismail Sabri就宣布 酒厂全部必须即刻关闭 同时国内贸销部也宣布 所有的便利店 杂货店不可卖酒精种类 可以买层次 不能买Cosbert 但是不到两天 又再次的悠转 我们看到了 政府昨天旁晚又宣布 现在所有的便利店 又可以卖酒精 酒厂不可以开 但是酒精一样可以卖 但是在此同时 之前酒不能卖的时候 那么有人就问了 既然说饰品饮料都是关键领域 请问酒不是饮料吗 既然是饮料 为什么不能卖呢 所以人民罵了之后 政府就开门 又悠转 悠转之后人民也问 为什么酒不可以卖 烟又可以卖呢 难道烟是必须品吗 哪里知道后门政府的副部长 这个啰嗦 啰嗦的啰嗦就出来解释 因为烟可以卖 是因为我们要照顾烟民的感受 烟可以卖 因为你们要了解烟饮发作时候的辛苦 那么请问烟饮会发作 酒饮也会发作吗 为什么要有双重标准 既然如果烟可以卖 酒就应该可以卖 如果酒不能卖 烟也应该是不能卖 因为两者都可以说 是不是必须品 所以在这一点方面 就是乱七八糟 杂乱无章 除了这个烟酒之间 翻翻转转朝山目视朝令西改 我们也看到了 有些行业 其实也并不是在目前 非操作不可的行业 比如当店等等 有一些电子行业 可是后门政府 大开后门 批准电子 这个行业 可以操作 可是更重要的一些行业 却没有办法进入关键领域 我拿举三个例子 第一 脏兵业 脏兵业 每一天要处理 搬动 埋葬 新冠肺炎死者的实体 让死者安息 一路走好 可是在6月1号开始的时候 脏兵业却是被列在 这个关键服务领域之外 不准操作 如果有人死 你自己埋 因为脏兵业不能操作 合理吗 请问大家 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死了 脏兵业不能操作 叫你自己去孙埃部落医院 把你的亲人的尸体 自己拿回来 自己埋 自己火葬 合理吗 不合理 可是这个政府不跟你讲道理 第二 我们也了解到 第一个例子 就是 整个新冠肺炎 我们要检测 要知道诊断 你必须需要有实验室 在背后 作为医疗团队的后援力量 可是后门政府 却可以宣布 这一个 有800多间 国内的这个 MACMA LAB 不准营业 这些难道不是属于 关键的医疗领域吗 不准营业 第三个 中医行业 中医行业呢 如果是在医院内的中医行业 可以营业 外面的中医诊所 在后门政府的字典里面 它这个不是属于医疗行业 我不了解 也不明白 中医如果不是属于医药卫生行业 难道是属于业总会吗 是卡拉OK吗 所以政府的人生完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 也没有一套已经抗议了450天 还没有学会一套真正应该普及各行各业 原本已经有的SOP 所以才搞成到今天 封城已经6月5号 第5天 还是这种情况 还没有完全的平息下来 所以你不能够怪人民 为什么 hashtag Gradian Gaga 会如此的风行一时 hashtag Gradian Bodo 会有这么多人去响应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发生 已经是一而再 之外再而三不断的重演 所以已经造成民怨载道 民怨沸腾 原因就在这里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不只是我刚才提出的 脏兵业 这个Makma Lab 还有这个酒 烟等等的这一个各种各样的粽子 粽医等等的粽子 我们也看到了 大家都知道目前为止 农业包括这个种植蔬菜等等 是属于关键行业 因为他们提供人民的食物 关系到我们三餐温饱 可是后门政府却可以规定 这个菜农不能够夸限耕种 如果你的菜园不在你住家的 这个县之内 你就不能去种菜 人民就没有菜吃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马华的副部长林旺峰说 只要有信就可以了 可是言有在耳 中国报即刻打脸 这个马华的副部长 新闻一出 就有蔡农 因为拿着批准信 夸限去耕种 受到了执法人员的 受到了这个肉干和罚单 各位 现在的罚单 不是只是三百五百 最便宜一千 最高可以去到一万 业者的 也有些属于商业机构的 可以去到最高罚单五万令吉 所以明明是属于关键行业的 有了信 明明是去种菜 也可以收到这个罚单 这显示了后门政府 杂抗议乱七八糟和杂乱无章的 这一面 我们都是摆事实讲道理 跟大家分享目前正在 发生在眼前 摆在眼前的事实 那么除了蔡农以外 也有一些行业 包括政府说 洗衣店可以开 可是呢 拿到了批准信 MITI可以出批准信 洗衣店可以开 可是如果你看今天早上的报章 雪龙洗衣工会的主席就跑出来说 虽然政府说洗衣店可以开 可是一旦开门引业 却收到了 收到了地方政府 收给 发出的这个罚单 中央政府说可以 地方政府说 不可以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而且还道成 人民无所适从 那么到底要听谁的 听部长的 还是听市议会主席的话 到今天也没有给一个交代 所以各行各业到已经到了全面封锁的第五天 这种杂乱无章的情况没有看到有明确的这种改善 我学的这种情况呢 所有的这个部长们都应该即刻的全面深思检讨 为什么抗议一年多后花了这一个几千万开发的app系统 还是没有办法应付整个市场应该有的需求 政府本身不要忘记 目前抗议阶段我们必须需要有执行力有效率的这个政府 因为政府就是有公权力的机构 唯有政府领头抗议 民间响应 我们才有办法打赢这一场战争 所以因为目前造成的这个杂乱无章 所以大家看到人民开始怒哄 前天我分享说 这个hashtagGradian Gaga 过后就出现另外一个叫做hashtag 叫爱之名 你辞职回家种番薯 我当前天分享的时候 总共只有四千多人签署 在这个change.org签署 要求爱之名辞职下台 昨天这个人数指标 从四千多人到的十万人 那么到了昨天晚上 突破了十五万人 到今天已经接近了十八万人 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 所以我通过这个节目 呼吁所有不认同爱之名的作风的 即刻上网 按你的手机 change.org 大家一起一人一票 要求爱之名辞职 因为他目前这样的搞下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 整个全面封锁 形同虚设 最后人民百百牺牲 这四十百在眼前 我们从六月一号开始封城 请问大家 有没有压平整个曲线 我们看到就是 整个每一天 确诊人数都在七千 八千 九千 大关不断的徘徊 这样下去的话 今年五月的MCO3.0 已经宣告全面失败 因为去今年的五月 单只一个月确诊人数 就增加了十六万六千中 大家想想 一个月 有多达十六万六千个 新的确诊人数 如果十二个月 马来西亚是不是 又再次的雄霸世界 已经是现在目前 已经是全球疫情人数 如果你以总病患的人数来比较 我们在193个国家 我们的排名已经 接接上升到全球 第三十八 最多 这个病患的国家 但是我们人口 只有三千多万 可是 在全球的排名 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内 已经排名高达三十八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 我们更加担心的是 十四天后 六月十四号 这个封锁会不会继续延长 一而再 再而三 政府本身不是不知道 你看今天的 这个企业部的部长 万祖那一地 在新洲日报的头版就公布 根据当局所做出的这个调查 如一旦MCO在延长 国内的这个微型和许多中小型企业 事实上只能够撑三到六个月 政府如果一而再再而再的 三的延长MCO 会有多达三百万人失业 三百万人失业 一家五口 就有一千五百万人的生活 生计严重受到打击 影响社会稳定 制造社会不安 这种情况后果是不康设想 所以如果你即使 如果政府已经决定全面封锁 鱼鱼熊掌不可兼得 就应该下定决心 长痛不如短痛 封锁以后先压平曲线 先保命再保饭碗 才是唯一的出路 也是最后一条的深路 事实证明 今天已经封锁了第五天 可是不但病情的这个曲线 没有被压平 我们看到是情况依然固我 甚至于有变本加厉的情况 因为根据Nohisham本身的面子书 天天都有新的橄榄群 不要忘记MCO3.0 5月12号已经开始实行 到今天的FMCO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可是每一天都有新的橄榄群 这才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心 那么你可能会说 5月31号6月1号的时候 我们的病情曾经从9000单下到6824宗的这个病毒 但是我告诉大家 那是一个假象 因为如果你要知道真相呢 必须要看卫生部有进行多少个人的衰选和检测 卫生部本身呢 在5月29到31号 我这边有这个几个的这个数据 就是5月29号的时候 卫生部总共检测了126480人 30号呢 这个人数就降到剩下109562个 31号呢 人数再下剩下89227个人 所以难怪那一天因为检测的人数从12万剩下8万 所以呢开始病例从8000多减少到6824宗 但是这个是真相吗 不是 这个就是显示的 其实政府是报喜不报忧 你把这个检测的人数大幅减少 自然确诊的人数也会自然的这个减少 但是这不表示说病情已经舒缓 那个确诊的这个疫情已经被压平 他的这一个感染线 这一点是人民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呢 阿斯敏 卫生部呢 这一个部长阿汉爸爸 之前也宣布 要在全国每一个州进行大规模的衰减 那么请问大家 言由在尔已经讲了一个礼拜 有没有全国有没有州政府 像雪州冰州这样学习 开始大规模的检测 没有 我们只看到了今天的唯一一个 就是吉隆坡 支下去有宣布要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但是如果只有支下去雪狼儿和冰城 其他的州属都没有全面响应 全面大检测 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出病毒的传染链和根源 也就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最后呢 后果就是整个抗疫工作公败垂成 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这个剧面 所以呢 这种情况必须获得 州政卫生部长呢 必须要坐延起刑 不能够宣布了以后 却没有行动来支撑整个抗疫系统 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做法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整个全 刚才我们提到 整个国家的这个登记人数 到了今天只有52%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呢 之前多次的呼吁 政府可能真的是要考虑 向其他的国家看齐 目前全世界有103个国家 包括了这个意大利和印尼 已经立法强制人民接种疫苗 以早日达到免疫的这个出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呼吁政府 既然是紧急状态 就应该强制人民 这个除非你是有医药证明 对药物严重过敏的 大家都应该去接种这个疫苗 所以我今天呢 也向大家告诉大家 之前我们提出的建议 过后呢 都已经直接发给首相 丹斯利慕尤丁 而今天也接到了 首相本身的这个回复 他回复我告诉我 政府现在正在考虑 立法强制 如果这个疫苗登记人数不达标 政府将会考虑全面 这个强制人民接种疫苗 其实我告诉他 不用再考虑太久 因为原水救不了近火 等他考虑到来 太阳也下山了 到时候富贵山庄也爆满了 那已经是太迟了 不为了避免一事筑成千古恨 我告诉慕尤丁 当机立断是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数字 如果这样继续优柔寡断下去的话呢 到事情已经发生 事后恐民已经为时太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继续把在这个节目中所提到的 包括你们提出的意见 我希望大家在按like and share的同时 也能够提出大家认为抗议应该做政府 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应该做的 我们的团队将会衰选你们的这一些建议 然后通过我再把它直接发给首相慕尤丁 以及科医部长凯里 确保下情上达 这也是我们这个所谓见无虚发 百发百中的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把人民的心声通过这个节目 直接发给这个首相和有关当局 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这一个节目 其实不只是取缔名字 也盼演着下情上达的重要角色 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大家的合作 如果你在身边有看到其他一些好的例子 就比如说昨天晚上 我跟大家分享英国、美国、中国、新加坡 抗议成功的这些例子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大家可以广开沿路 即使广义 不要像一些酸民和枪手 只会在那边一味的谩骂抹黑 这些是浪费人生 浪费青春的做法 我们要的就是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当然虽然可能偶尔会人潮着疯一下 但是那是人民的感受 所以我们只是把人民的心声 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出来而已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整个政府的这种情况 目前经济萎靡 所以政府被逼推出 Bermagasa Plus 第七个财政援助配套 但是我们还是要点出 在这一个配套里面 是创意不足 力道不够 方向不明确 资金太少 所以不会有办法使到整个经济起始回升 有几个重点是今天晚上通过节目 必须向财政部长 Douglasafro的建议 Douglasafro今天在新洲日报发表了一篇 看了让人怒火中烧的文章 他说让人民自动暂缓贷款 他用了一个头版的标题 杀鸡烟用牛刀 这种就是一种不适人间烟火 完全不借地气的 所谓的冷气房高官 自己高薪厚酬 就忘了人民的水深火热 他说政府没有权力 规定银行来暂缓人民的贷款 而不要忘记首相这一次的Bermacassa Plus 只给予B40以及失业人士 向银行申请账缓贷款三个月 而且不是自动必须要申请的 可是事实告诉大家 B40并不是欠银行最多钱 必须供车、供物、信用卡等等债务的 B40很多是租物只租 并没有房贷、车贷的负担 但是他们也很重要 必须给予援助 所以我不明白 第一 为什么政府不能够下达指示给银行 所有的B40的和失业人士 自动暂缓贷款三个月 饭都没有得吃了 怎样还钱给银行 这个是第一 第二 国内的事实告诉我们 B40才是公车、公务、公信用卡最负担、最沉重的一群 这些中厂阶级在这一次政府宣布的财政援助配套被忘得几乎一干二净 丢到南中国海去 政府根本就让B40自身自灭 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行动去帮助 真正目前purchase需要的 之前MCO1.0 政府还有宣布可以暂时 暂缓贷款六个月 当时还涵盖了这个B40 这一次直接把他M40排除在外 这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做法 所以我要向登顾Zafro 这个节目结束过后 我会把我们的建议直接发给财政部长 让他能够点希望能够一棒打醒他 让他能够知道你身为财政部长 而所有国内的银行其实是大股东 不是EBF 就是政府包括Maybank, CIMB Bank, RHB Bank 这些银行都是属于Government Link Company, GLC 只要政府和国家银行开身 许多银行都会怎样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银行也被逼要去遵守 那么之前我今天晚上也要点出 登顾Zafro 要有两样东西我要他交代 第一他在国会说 一旦政府实行暂缓贷款 我国国内的银行会面对高达789亿的财政损失 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证明财政部长在国会严重误导议会 这个是Bernama的新闻 最新公布的银行财报显示 各大银行都赚大钱 政府去年实行了六个月的账还贷款 银行的减少的收入只是区区64亿 跟财政部长讲的789亿相差超过10倍 谁在撒谎谁在误导国会 登顾Zafro必须站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第二登顾Zafro去年也宣布 政府将会在今年2月发放15万架的 这个Laptop手提电脑免费派给贫穷家庭 那么目前已经进入6月 有谁拿到那15万的Laptop 有谁拿到政府派的每一副试骗的口罩 我身边每一个都没有一个人 有拿到政府所给的这些 所以财政部长答应的东西没有做 那么之前又宣布 所以我们到底想要问这个登顾Zafro 你是人民的财长还是银行的财长 如果想做银行的财长 他应该回去CIMB Bank还是其他的银行 继续做他的这一个高手续执行员 而不是作为人民公仆 既然身为人民公仆 就应该把人民的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 而不是保护大三家 却使到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那么第三 Permagasa里面也宣布 之前MCO1.0 还有宣布债务可以延迟去还 大家不要忘记 In감 Tax又来了 必须在6月15号前 个人和商业的这一个所得税 必须要缴交 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Permagasa 其中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人民的和公司必须缴的MTD和PCB 这个预缴的所得税 却一分都不少 必须先交 而且没有延后 必须在6月15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截止日期 必须要缴付 明知道这种情况 全民封锁 很多人守庭口庭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的税收局 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展现与民共辅时间的精神呢 这一点财政部长 Dengu Zafro也是难辞其咎 所以这三个问题 我们希望财长能够 抚顺民意从上如流 把人民的心声 能够听进去自己的耳朵 然后想办法去改善 现有的这种情况 然后Bermacassa提出的第四点 我也收到很多人民的投诉 之前MCO 1.0 严重送到打击的旅游业 这一个零售业 还有酒店业等等 都获得电费15% 15%到50%的折扣 可是这一次只有三个月 10% 10%这种叫做杯水车薪 根本起不到实际的作用 这一点是政府也必须要严重地去考虑 如何去改善这样的情况 那么目前我们也相信 政府如果要做的话 这一次的封城成功与否 第一 靠大家 本身自律 第二 政府要封锁 就直接实现 full lockdown 因为大家想想看 14天后 我们今天也要通过节目问首相 14天后如果 病情还是每一天 7000宗 8000宗 你要怎么做 是不是无限期的继续延长 这个 FMCO 最后真的让它变成 fail MCO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提出 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第一 在善用这14天 全民lockdown的时候 政府即刻 展现 自行力和效率 全国各州 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不要忘记一些之前病情完全不显著的地方 包括东马的沙拉越 目前已经是全国病例排名第三的州数 这一些都需要 政府即刻进行每一个选区 进行大规模的衰减 然后追踪病原 对症下药 这一点 不能够再说而不行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 是时候喝温水 应该要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整个疫苗的 这个 这个 溃渠道和效率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率 高自行力 有决心的这个政府 来推动全民疫苗 接种 可是 我们感到非常的 这个失望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分享 英国用了174天 在全全英国6680万人口 已经有6000万的人 至少 打了第一剂 我在英国的朋友告诉我 英国打疫苗不但是免费 而且是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到唐人街 到这个诊所 直接走进去 登记之后 15分钟后就可以出来 打了疫苗 所以在英国 伦敦今天早上的街道 人民已经 很多人都不用再戴口罩 因为 绝大部分的人 都已经接受了疫苗的接种 死亡人数也降至零 这些都是成功的例子 而我们情况呢 要怎么样 我们多次的向凯里跟首相建议 虽然他们说要去落势 可是我今天等到了6月5号 我们说要 马来西亚要在今年底前 达到全民免疫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每一天至少借种 25万人 才有办法在年底 达到这一个 核 immunity 全民免疫的终极目标 可是今天 我们看新洲日报的这个头版 政府还总共一天打了11万剂 已经在那边沾沾自喜 11万跟25万 相差不只是一倍 如果你以这样的目标 再下去 所以我们要建议政府 你必须要加强疫苗的供应量 加多疫苗的这一个种类 之前我国政府曾经向俄罗斯 订购了600万多剂的 Sparknik V的疫苗 可是因为官僚作风 因为繁文鲁节 所以这一个疫苗 已经被其他国家抢走了 反而今天我们看到 越南宣布 直接向俄罗斯进口 2000万剂的 Sparknik S-P-U-T-N-I-K 俄罗斯文我不懂怎么读 这个疫苗 越南已经 大幅度的 大规模的去向俄罗斯采购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疫苗种类 只限在三种 其他的一些 如果只要是世界卫生组织 批准的 我们都应该快马加鞭 不但加重疫苗数量 也要加重疫苗的种类 比如说中国有四种灭活疫苗 我知道的是 国内的上市公司 开始已经获得批准 可以购买这个疫苗 但是购买疫苗之后 不是说直接可以发给人民 又要再继续通过 卖给Farmaniaga 然后通过Farmaniaga 然后才继续通给卫生部 才来进行借种 这种一拖再拖的情况 其实非常不利整个抗疫行动 抗疫行动一旦失败 我们全部人都必须付出 承重的代价 这个不是张爱家的爱的代价 这个是大家人命关天 承重的代价 所以各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能够等 希望这个扣门政府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接纳我们所提出的 许多有建设性的看法 几块快马加鞭 所以在今天 我们之前有答应大家 要收集一些 大家网民的问题 然后今天通过节目 来给大家回答 那么我们团队准备的 网民的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Dixon问 YB 疫情当下 为什么你们还一直要求 开国会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国会是属于三权分立 监督制衡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机构 也只有开国会 从内阁才能够 全面向国会负责 内阁部长才能够 然后国会去回答问题 否则民主瘫痪 监督机制废治 使到整个行政权 可以为所欲为 人民也 黑箱作业严重 人民也完全被蒙在鼓里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要求开国会 我想问 大家想知道吗 马来西亚买疫苗 到底用了多少钱 我们疫苗的价格是多少 美国的Pfizer市面上是60令吉一支 可是我们的政府买用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因为国会没有开 第二 政府答应的 要给我们15万架手提电脑 几时才可以分给我们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 因为国会没有开 到底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够打疫苗 能够在我的家乡 我们的社区 开设疫苗接种中心 我也不知道 因为国会没有开 这样大家了解了 你有很多问题 我们有更多的问题 只有国会重开 人民大议室 才能够盼演履行我们的责任 通过国会要求部长回答 不管是书面 还是口头询问 大家才能够知道 政府的抗议不足之处在哪里 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也让所有的内阁 能够问责 全面向国会负责 所以大家明白 开国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那么另外一个网民有问 Jennifer问 YB面对疫情 目前国内的忧郁症病例 一直增加 请问YB有什么看法 这其实是一个蛮沉重的问题 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 我们认同的确 疫情当下 很多人对未来存着悲观 但是我告诉大家 冬天已经到了 春天不会远 只要我们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阳光和温暖终究会回来 所以你一天不放弃 希望明天就会更好 只要我们不放弃 未来总是充满这个希望 我们在待人处事方面 可能可以改变一下 我们的心态 过去很多人 这个心态都会觉得说 社会上看一个人成功与否 是看他是否有车 有房 有权 有钱 但是我们如果转一个心态来看 尤其现在面对这种疫情 大家放松一下 降低一下自己个人的标准 其实想要的可能很多 可是真正需要的其实不多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想要的可以能很多 可是你真正需要的其实不多 与其我们去看所谓的世俗的标准 有这个有那个 可能我们可以转一个心态 如果你想一想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能够无忧无虑 无病无灾 与其我们有车有房 有权有钱 但是如果相比之下 可能无忧无虑 无病无灾 可能是更小的小缺幸和幸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不要去 不必忧虑太多 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一句话 今天的忧虑 今天当就够了 明天的 自有它的忧虑 不需要去 想太多之后 去赚牛角尖 很多时候呢 都是 人生处事 基本上都是这样 人如果心大了 事就小了 心小了 事就大了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无事 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 不要去转牛角尖 只要能够健康地活在当下 没有任何东西 比这个更加重要 别等到身体出了毛病 其实那时候你才意识到 什么烦心事 都是屁 都是吃饱了撑着 每次都是咸的 健康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快乐其实不难 九个字 保持快乐的三大密集 无所谓 没必要 不至于 你去想想看 有道理吗 很多事情其实 无所谓 没必要 不至于 所以祝大家有个快乐的人生 全面封锁的时段 继续保持着健康 积极的心态 让我们能够整装戴发 在卧行长挡的同时 准备 在庞高峰 在这边祝大家 平安 健康 明天晚上九点 再见 谢谢各位 很棒的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